所以他希望輸入二千位外奴大軍 關於這個當然要有我們飲食界的自尊級人 立法會議員張如仁 每次都是仁哥出來說幾句 然後他就說什麼呢 希望要搶救香港美食天堂的美語 所以他希望輸入二千位外奴大軍 來幫幫忙 搞搞他 首先幾樣東西 喝點水低工資 我們從定義著手 我們有業界的持份者 我完全對這方面沒有什麼要求 沒有認識的 吃客 便宜了,我只是過福 你算是有點想法 我沒有的,對食物沒有什麼要求 我先問一個問題 什麼是美食天堂 經常都有這個 美食天堂 A你覺得美食天堂還是什麼 川菜 B你覺得香港是否一個美食天堂 美食天堂我自己就會 拍照食神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覺得香港是美食天堂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可以集合很多 中西、東南亞、歐洲的菜式 菜式的種類是很多元化 所以你會覺得是美食天堂 這是當初覺得的美語 後來現在就演變了 譬如中國的很多村菜 巨多 辣辣辣辣 西餐也有的 出色的西餐也有的 但是 去到天堂這個美語 我想是有些很 不是,以前有珍布海鮮房 有香港記認的東西 現在沒有 現在連去華房也變成婚宴場地 我會覺得是有一些 當中本身的意思已經流失了 連香樓也沒有賣了 是啊 經典全都沒有了 翠華也沒有了 雖然你說阿翠華上了市之後 食物一般 但他也算是一個印記 他難怪方必定要去 現在也沒得照 沒得照 但是是一個記型 你明白嗎 當時會是一個指標 人們來香港會想吃那樣東西 譬如想吃強記雞粥 要吃魚鴿 你會一想起 有一個很標準的東西 你現在吃什麼 吃美心 以前小時候去沙田吃雞粥 去深井吃鵝 這些是我們成長的時候 原來就是B仔 B仔糧粉 老婆餅 含香 你有記型 你有記型 你有東西會知道 譬如說 有代表 陳根基 你記得 這些東西是你會知道的 當然陳根基 現在都搬到上次我們去石門 陳漢基 陳漢基 然後 上次是他搬到石門 還是什麼 還是我都撈亂了 總之沙田又有 令元又有一個很出名 不知什麼根基 我怕我記錯了 總之這些情況 每個區以前真的有些特色 你說那個是不是天堂 在外國的旅客眼中 是不是天堂 我不知道 我自己住在香港 我覺得是天堂 這個已經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好了 隨著近年來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自從人 那個 我說得白一點 溝淡的狀態 你整個飲食習慣 根本就變了 辣 辣 麻麻 酸酸 酸酸麻麻辣辣辣 就是這樣 好了 酸酸麻麻辣辣 還有什麼天堂 你都不代表香港 如果你繼續留在四川 那些人去成都 吃這些 沒問題 很正常 而且人家的天氣 才令到吃這些 人家的飲食文化 跟他們的生活習慣 跟氣候 所有東西有關 所有東西有關 香港不是 香港是吃海鮮 香港是沿海 這輩子吃廣東人的菜 去西貢一定是吃海鮮 你最簡單的這句 其實真的很快樂 現在這樣說 大家在數你的區 裡面有什麼代表食物 其實這件事是快樂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它叫做 穩樂了 沒有人提 我都不是柴台 我小時候 西貢吃海鮮厲害出名 其實布袋澳也很出名 布袋澳我沒有去過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我還沒去過 我聽過 但我不知道在哪裡 布袋澳不是淺 青水灣再入 我沒有去過 青水灣Club 旁邊轉下去 關門仔 對 香港其實有很多這些 以前就算當在銅鑼灣 一定要橋底 對 最舊底 最舊底有那些 直接搭艇出去吃 那些是六七十年代的事 但譬如還有避風塘炒蟹 上環 沿海 但是有的 現在沒有了 就算縮入一格 在那些 譬如諾克道 牽尼斯道 那些有很多 叫做縮進來的 可鮮酒間 什麼都沒有了 疫情又蓋上了 以前俄頸橋下面 好幾檔 沒有了 然後我就說 橋底蟹沒有了 會了 那間好像還在 現在你說灣仔 賴有錢的那間好像還在 我不知道 你不是說灣仔的橋 對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間 都叫自己橋底蟹 對 你也不知道哪間大便 但我說那些 你又看不到它 長期水事不通爆滿 反而現在最多 日日爆是什麼 那些什麼 牛蜜牛蜜 對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有什麼特別的 坦白說你都是打火鍋 沒有的不用想 你邊區都是那個標準 有時候聽到有些同事說 牛蜜那些很好吃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其實 這個是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特色 我昨天自己去醫院買東西 打火鍋 你要吃虧 因為多了總點說 以前叫做鑽窿那找東西吃 八九十年代 或者二千年的香港 都仍有那種叫做鑽窿那找東西吃 現在的鑽窿那找東西吃 只有一類人會做 就是那些網編 KOL 不是那些網編 KOL 經常都說忍世忍世忍世 其實不要再用忍世 忍世 忍世又會被你找到 那它不是很努力忍世 他忍世的定義 你找不到 你整天找到他 每次都忍世 他就擺明他讓你找到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問題 不過anyway 總之 以前是譬如說 我們真的有一些年代 在尖沙咀吃完東西 我們一班人一起搭車 或開車去走路 去另外一區吃糖水 現在唯一還有的 我覺得石果謹泉 就是你覺得去九龍城吃糖水 合成 對 而那個狀態 為什麼香港有一個美食天堂 以前成立 是因為你覺得那樣東西 你要去那區 你才做得到 對 譬如公和 走去那裡才吃到那個豆腐花 你說是否真的天上有地下無 不是 對 是整套包裝 就是打卡 對 說真的 芯姐吃燒鵝 你整整整沒吃過我嗎 對 但你又覺得 是應該要去那裡 是要去到那裡 說真的 你糧粉你沒吃過嗎 你是要去 對 對 但現在 就算存在那個地方 也有少少變質 例如可能是炭安爐 你現在進去 那些店舖和以前不同 對 又反過來 以往你喜歡的某些 現在因為太多都會很連鎖 譬如很簡單 你現在吃糖水 我自己也是 吃什麼 鮮湖鮮 師傅師傅說 在外面也有 他也有 那那個滿機呢 滿機 以前我剛剛 電台頭的時候很流行吃滿機 我小時候還沒有連鎖 特地去西貢城 對 那時候剛剛買了一輛車 年輕人的時候 十幾年前 然後當然有型 晚上要去滿機食堂 所以很老實你問我 又是一碗渣站 又是一碗芝米龍 廣播到收工 大家去西貢 你去九龍吃 吃盒食是吃那些 你去滿機也是吃那些 而且那時候旺角是有滿機的 那時候旺角是有滿機的 曾經 是不是朗豪坊 以前金星戲院 即現在的新埔 那條行 是嗎 那條叫做 豉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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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新埔戲院 向彌敦道那裡走 未去到女人街之前 那條短的位 以前有滿機 那個位以前有滿機 然後你又會覺得 是要去西貢那間 因為那裡黑漆漆 沒有燈 又坐戶外 不知道 總之你覺得 有風味一點 有風味一點 你不知為什麼 但你覺得有型一點 多數那些地方的椅子 都一定坐得不舒服 其實是接椅子 你都硬是覺得OK 對 那些人又會覺得 這樣才算有生活品味 你去那裡 以前當然有幾個大排檔好吃 現在人們再問我 不如在香港還有什麼大排檔好吃 都沒有大排檔 現在好像沒有大排檔好吃 只有深水埗 石潔味的頭 有一些 在街邊 好不好吃 我覺得OK 俗稱為冬菇亭 那些 不是 它簡直是在街邊 就是泊車位 隔壁 有個師傅開行的路 火水路 我大概知道你說哪一道 好 好像在拋架 街邊做給你 現在真的很多大排檔都沒有 是啊 所以我就說 其實那個所謂的美食天堂 我也不知道天堂位在哪 但是不要緊 那我剛才這樣說 能不能回到天堂位 但是那個天堂位 你們可能在說某個地區 特別有什麼出名的 其實我覺得 由大陸的自由行 開始他們的目標 轉去的時候已經不是 已經是走向滅亡 如果這樣說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現在 已經沒有了那些店 所以是沒有了天堂位 所以是沒有了天堂位 為什麼那時候 為什麼會沒有了那些店 就是 是不是 就是當那樣的 剛才 它吃大了胃口 是對的 就是因為它的市場側重了 它不是一個各式各樣的事情發生 而是說他們來喜歡什麼 我全部做一些給他們的事情 或者價錢是給他們 我們香港人的事情 至少給獎 一些以前平衡的市面 一個環境就開始失衡 失衡就會出現這個狀態 Anyway 然後就說 最近在想怎樣去吸引 因為你慢慢都發現 在香港的遊客數量 是多了很多 但是當然去到一個 你受不了的位置 還未到的 因為我們經歷過自由行的洗禮 我們香港人對於 現在 空間 壓縮空間 我們是有我們的法寶 還有我們的底線 暫時未觸碰到的 我知道 還有一段時間去的 香港人很危險 什麼時候去呢 去到真的每個都行李箱 就是你出一次街 你走一條海防道由地鐵站 走到開港城 你被人滾三次 滾中你三次 但是我覺得 現在這次這一波 有點不同 正如剛剛說 連我們一些 小眾的地方都入侵了 以前可能真的行李箱多 但可能停留在尖沙咀 但現在連我們香港 都入侵了 其實很正常 等於我們 我當澳門 近近地 以前香港人 去澳門來來去去 就是那三個地方 去大三巴 然後去蒲驚 去蒲驚 對 但是你多去幾次之後 你便開始捐箱捐箱 不是 我們要去那個什麼 新達城 打機 要去 白城吃白粥 你會找多些好地 都是入侵人 我們都入侵人 然後你還去大三巴 當然去三盞燈 去吃魚湯粉 這個是會有的情況 還有 反過來 現在可能真的 以往 你在尖沙咀的海防道 你才會發現 是有女客的出現 現在可能你是住在 黃大仙 對 例如其來下街 七五九 你也看到有女客 在七五九裡跟你一起買東西 對 就是這樣 黃大仙 就是黃大仙 就是黃大仙 剛才過來拜 拜完之後 就拿七五九買東西吃 他不是拜最多人去的 他拜在山上那個 正宗那個 對 類似是這樣 他會找到那裡 因為開始是這樣 實在是一個融合的東西 我們覺得 作為每個香港人 你住哪裡都好 你見到女客其實就沒有什麼 普遍我們都歡迎 普遍我們都歡迎 除非 你來到村村公 你沒有禮貌 你不要在街上拖廁 對 其實沒有什麼 香港人就真的沒有什麼 說真的 你不教我不教你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吸引 摩診